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关州应援任职单位私设小金库 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 公款资存等问题被问责 据了解2010年至2013年 于关州的担任青州市林业局当位书记 局长期间 安排财务人员设立账外账 资金累积总额334.3万元 为规套取国家造林专项补贴资金 共计1494.8万元 为了藏住小金库 于关州还将小金库账户内的1620.1万元 分别存放在该单位5名工作人员的7个个人账户中 而这1620.1万元里 大部分是国家补贴 如造林专项补贴资金 防护零工成款等 造林专项补贴资金 防护零工成款等 2018年5月 于关州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集体腐败 用小金库资金刑惠领导至媒体报道 曾任深圳市消防局局长 福田区副区长 公安委居局长的姓卓浩 曾被称作深圳警戒十年来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 其所在的领导单子集体陷入小金库腐败案 根据涉案人员提供的线索 又引出深圳市公安局 市发盖委 市财委 市警校 市特建发股份公司 等一系列违法违纪案件 涉案金额达四千多万元 据广东党风杂志披露称 2012年底 深圳市消防局为应付检查 采取突击花钱的方式 套取财政资金设立小金库 该局财务科员负责任信用称是关键的幕后推手 在很多时候都是他主动拿小金库的钱给领导花销 市谢主号 刘月红等人越陷越深 为了套取资金 市消防局上面要求相关企业签订虚假合同 据查 深圳市消防局到案发址 和近三十九企业签订了虚假合同 据悉 在前后一年多时间内 深圳市消防局共违规列支财政资金 约一千二百多万元人灭币 套取八六八万余元存放于消防局民警个人账户 形成小金库 其余三百三十万余元财政资金 被相关公司以税费 手续费的名义侵吞 为使虚假项目能顺利通过审核立项 并在不执行项目的情况下逃脱监管 深圳市消防局向市发改委和市财委相关部门个别族管人员送钱送物 为了装备预算的执行权规署问题 以及申请食堂改造项目立项 谢永春分别一次送给实验市发改委投资处副助长王某峰十万元和15万人人灭币 除专家项目专门打电外 每年在中秋 春节两节 谢永春的都分头带着红包到市发改委 市财委上门拜访 有时只要有义务接触的见人就发 甚至连日体发给谁了 他们本人都不记得 据媒体报道 西卓浩和刘远红都曾表示 深圳的消防体制是全国独一份 是公安编制 其余皆是现役编制 由此和升级部门沟通 搞好关系 也就成了是消防局小金库 设立的重要借口和开支之一 开假发票 私设11个小金库 据媒体报道 2013年8月 大庆市审计局在审计该市国土资源局大同分局财务账目时 把线三张共计40万元的假发票 所以将该情况上报该市纪结委 纪结委对涉嫌此经济问题的孟凡九 以言波立案调查 叶燕波随即潜逃 经大庆市纪委查明 叶燕波利用担任大庆市国土资源局大同分局征地战战上的职务便利 从2003年至2008年末 将本营上缴财政的土地管理费 土地年租金 节流在私设的5个小金库账户中 累计节流资金955万余元 从中私自占有700余万元 不仅自己私设小金库 在2009年至2013年 叶燕波和火同该分局局长孟凡九 私设6个小金库 将本营上缴财政的土地年租金 征地管理费和土地测量费 节流在小金库账户中 累计节流资金905万余元 二人将其中的521万余元私分 孟凡九分得327万元 以燕波分得194万余元 此外 以燕波个人还将账户中的287万余元资金次自占有 所得资金军备二人用于买车买房 和保险利财等个人花销上 资料来源 为方式计委街外网站 正义网 信息时报等CM的免责声明 等文来自腾讯新闻和虎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就会订阅